各位朋友好,歡迎收看Queen記 我們今天一齊做薑蔥 但如果你想做很多 軟滾油又比較危險 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一齊來試試 薑要剔皮,切片 蔥洗乾淨 就可以切粒 如果我們做的份量大 我建議你薑和紅蔥頭可以用機攪 但蔥一定要用手切才好 放進去 如果大量製造 下鍋爆香是最好的選擇 燒紅過鑊 我們放一杯油 油煮熱後就先下薑 記住有滾油的地方 不要灑鹽,不要灑麵粉 因為這兩樣東西都會改變油的固點 會爆開來的 滾油 滾油 爆薑大約幾秒鐘 就可以下蔥 下了蔥之後很快會出水 所以我們要很快手這樣 兜它幾兜 就可以關火 關火之後先下鹽 做薑蔥油 最重要是火夠大 油夠滾,手夠快 就是這麼簡單 希望大家喜歡 這個蔥油可以用來送雞 也可以用來拌麵拌飯 真是慢用的 如果你喜歡這個做蔥油的視頻 記得按個讚 請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